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进亚太区故事收市的表现 东京日经指数收市跌了1.2个百分点 报9441点 跌了115点 韩国首月综合指数跌了0.7个百分点 报2122点 跌了15点 台北加权平均指数跌了75点 报8638点 跌幅0.87% 受到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债务评级前景拖累 见到内地股市亦由昨日5个月高位回落 全日低位反复 上证指数以接近全日的低位收市 失手3000点关口 收报2999点 跌了58点 跌幅1.9% 创造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深圳城市亦收报12799点 跌了202点 跌幅1.5% 亦创造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再看港股的表现 今天港股最多跌362点 其后跌幅曾经收集过 只是跌176点 再看收市这刻 报23526点 跌了303点 跌幅1.28个百分点 而国企指数今天最多跌227点 其后跌幅收集到97点 而收市这刻跌了161点 是报164点 是报13246点 跌幅1.22% 亦要跟大家再跟进 恒指刚刚跳动了 跌1.3% 23520点 跌了309点 再跟大家看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了7毫子收市 81.6 中移动跌了3毫半 72.05元 中国银行跌了7仙 4.29元 共商银行跌了1毫3 6.43元 建行跌了1毫1 是做7.23元 港交所跌了2.7元 178.7元 而新鸿基地产121.6 跌了1.6元 新银行跌了2.4元 124.1元 中银行跌了3毫半 24.4元 而中国银行跌了29元 跌了2.5元 中海油跌了4毫 18.9元 中石化7.8毫8 跌了5仙 中国铝业跌了1毫 7.25元 中国海外跌了5毫8 做15.56元 而屯硕控股升了4毫子 是做200元4毫 跟进完指数和蓝筹股的表现 请问我新美嘉宾 来自我们耀材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不如说一下内地方面 昨天是高位 今天跌穿了3000点这个关口 跌成1.91% 其实跌幅挺大 问Stanley 内地股市如何看 其实见到内地股市方面 其实今天都是因为受到美国方面 一个信用评级的前景 由稳定降到弧面的因素影响之下 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其实见到它收市之后 收市之前 其实最后 曾经那段时间比较反弹过 但最终仍然是一个比较低位的收市 看回内地股市方面 其实看回整体的形势 自从之前突破了3000点之后 其实见到它的收市方面 都算是气势如虹 但问题中间里面 其实都没有见到 有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所以借着这次消息的话 有个比较明显的回退 其实我都觉得是比较正常 看回个别板块方面 因为见到一些原油格格下跌 的情况影响之下 变成今天来的一些 譬如煤炭股 一些和油价有相关的股份 基本上都只有跌幅在这里 所以在整体形势里面 我觉得暂时看到 内地股市尤其提及到 就是看到一个调整 基本上之前没有出现 显着的回调 所以这次我觉得借着一个势头 就是美国那方面一个 比较负面的消息 令到大市作为一些调整 但大家看看初步来看 其实内地股市始终形态上 其实仍然比较偏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 其实看到股价方面 其实内地股市就不是很高 所以变成前景方面 我自己的调整仍然比较乐观 好 说完内地股市 也要说一下 今天有一个新股上市 就是1181 唐公中国 以招股价1.6毫半上市 今天表现都不错 高位见过两个四毫半 比招股价升成48% 而收市这一刻 收报两个三毫日 亦都比招股价升成40% 问一下Stanley的意见 这集会是否满意 你说今天的跌市 都升了四成 当然是满意 但看公司本身 看之前的招股反应 基本上都是相当理想 超价就成500倍 业务方面 其实是一间内地的高 一间中国式的餐厅 连锁的一些企业 所以你说 业务发展方面 看见公司相当相当不错 但前景上都比较乐观 当然你说 今天升了四成 看两天 就是说 价钱之前 还有没有那么强的升幅 始终市场方面 表现上不是明朗 所以变相一些有潜力 还有本身的新股 其实都不排除 会成为炒作一些 热炒的对象 所以未来这两天来计算 我认为这一只股份 不排除 仍然会受到一些 四人刺激追捧之下 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今天除了新股表现不错 就是航空股 尤其是670 和南方航空 一起看一下 收市表现 东方航空升了4.65% 是做3.6%升了1.6% 而南方航空大升5.28% 4.19%升了2.1% 而中国国航升接近半个百分点 8.16%升了4.1% 其实都见到他们 是几点开始 升得厉害 就是内地收市 三点之后 升得很强劲 航空股怎么看 其实你看整体航空股表现 如果大家留意一些燃云的数据 都见到 其实你说 在最初三月份 例如南韩 或东韩 看到那些燃云的数据 基本上都算是相当理想 不是叫仇差 所以你说预计在4月份的假期 和5月的长假期的情况下 变相对于这类公司的载客量 对于表现上 应该要更胜一筹 当然来看一个比较实际的因素 就是说油价的下跌 变相对于这类航空股 相对比较受惠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 为什么好像逆市之中 有这么强的表现 其实都可以反映在 在一个市况不明朗的情况下 个别受到一些实际的消息支持 以及本身的 英文国比较理想的一些股份 基本上都会受惠这些因素 所以见到这一段 例如行股本身 其实都是 见到这一段时间 大市做得比较远一点 但见到这类的办法 反而形态上做得相当不错 最后的原因就是 很明显就是说 应该要受到一些 利率的支持之下 还有我们见到股价 之前说真的都比较多 所以你说现在不排除 是有个见底反弹的情况出现 好啊 都要和Stanley 看了762联通 可以说是 那么多个蓝筹股里面表现最差 跌成4.2% 收市是报14.46 跌成6.4 联通方面 为什么今天会跌这么多呢 基本上 今天反而有个利好消息支持 它的股价 是不是大行都叫做提高 平级的表现和目标价 反而联通这个股份 比较特别支柱 就是大家留意开的话 它的波幅都比较大 通常如果是星市里面 它的星火能够比较 就是做得比较好 但跌市之中 其实它的表现 往往是比较比较的一只 看回公司的表现 业绩方面 前景方面 其实我对我来讲 仍然比较比较比较乐观 最主要本身 联通 始终不断提及到 它本身有个比较 优良的3G的网络 看回iPhone4的因素 其实对公司 也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 尤其是 现在是在内地的3G 一个叫做抢客的时期 以一个增加客户群 为一个最基本的目标 所以这方面 其实7、6、2的联通 基本上是比较优胜 所以前景方面 其实虽然经过今天大跌 但看到它暂时 手蚊在十天线之上 所以前景方面 我觉得仍然是比较乐观 好 看看两只港口股 1199和招商局国际 144跌了3.2% 收报34.65 另外1199 中远太平洋 都跌了3.2% 15.88 它不算在高位下跌下来 是的 但我认为前景方面 其实也不需要大家担心 似乎你见到公司公布的 营养数据都比较理想 所以今天来计算 也计算了这么多 稍微的回脱都会是正常的 好 也不谢Stanley 跟我们做了这一节的 全日总结 也要问一下你 刚刚说过的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持有的 好 今天直播时间就到此为止 明天9点15分 继续有我们要塞财经台直播的节目 明天第一个环节 就是环球追踪 看看现在期指方面的表现 现在期指跌328点 23,451点 低随71点 成价有87,000多张 今天先拜拜 明天再见